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全联小编过去时常与网友互动,或许多网友喜爱,不过受到前全联总裁徐众人失言风波影响,从5月22日起就宣告神隐,再也没有更新脸书贴文,直到昨晚10点左右,失踪将近200天的全联小编正式付出,各大粉丝团的小编也纷纷涌入留言欢迎回归。 全联福利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沉寂已久,小编不仅没新增贴文,就连显图封面相片也都没更新,至今正好200天,直到昨晚9时55分,10时0分,全联小编才又重出江湖,分别更新了封面相片及发布贴文,除宣传自家最新活动外,还与许多前来祝贺的粉丝团小编与网友留言打成一片。 由于这次全联小编回归发布的第一篇片文就是宣传火锅技活动,各大粉专小编也很有默契地纷纷请全联小编推荐火锅种类,如设计游戏,Garena A, Z,A站地之王就留言问说能不能推荐熬夜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吃的锅,而全联小编也立即回说你可以吃,女友你先睡,我要打英雄联蒙古麻辣锅,充满创意的回复一如以往,或网友们涌入按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